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 我們繼續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較早之前 大陸的法律學者田飛龍 就在報章那裡撰寫了一篇文章 他就直指 中央政府需要的 並不是那些橡皮圖章 或者是忠誠的廢物 矛頭就直指本地那群建制人士 面對著這麽嚴重的席諾 葉國謙昨天在接受星島日報專訪的時候 竟然間 就點名地反斥這位田飛龍 建制派之間的大內鬥 可以說是進入到白熱化的階段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 到底葉國謙 怎麽反斥田飛龍 他就說 對於田飛龍的那番言論 是感到相當反感 他說 當然 各人有各人表達的自由 但是用上那些什麼字眼 什麼忠誠的廢物 他就覺得這些是很沒禮貌 很侮辱性的說話 葉國謙甚至乎還質疑這位田飛龍 有任何不滿就可以嚴厲批評 但是有關的字眼 就不是學者應該採用的語言 葉國謙還補了尾刀 就說用上這樣的論述 可能別人都會覺得你是廢柴學者 葉國謙對於田飛龍的反斥 可以說是毫不留情的 完全給面子 就已經可以印證得到 建制派之間的大內鬥 真的進入了白熱化的階段 起碼現在出現了兩班人 一班就是上面指定那班所謂根正苗紅的人 那些嫡系的人士 至於另一班 正正就是田飛龍口中所說的忠誠的廢物 即是那班本地的建制人士 而葉國謙正正就是本地建制派的骨幹 核心成員 代表人物 由他來代本地建制派發聲 也是相當適合的 不過田飛龍針對他們的批評是否客觀 說他們是忠誠的廢物 事實上也說 在過去那麼多屆的選舉當中 如果不是背後有隻有型之手有中聯辦在幫手配票 純粹說靠這一班這樣的人 自己走去競選的話 他們有沒有能力 有沒有本事可以將那些票 分配得那麼均勻 可以在地區直選得那麼多席 功能界別不要說了 是不是那些小圈子選舉來的 你贏就是當然了 但是建制派過去在地區直選裡面 能夠以相對小的票數 拿到較多的議席 比如說在16年那個新界西的選區 你拿得少點票但是你拿到五席 民主派多點票但是只有四席 那這些是誰的功勞呢 是不是 是純粹靠你那幫忠誠的廢物的功勞 還是幕後那種有型之手的功勞呢 那就不言而喻了 是不是 事實上那幫建制派又真是良悠不齊 有些是假博士來的 被人揭發是假學歷的流 有些是被人揭發你本上都不懂英文什麼的 喂 那田飛龍的批評有沒有說錯 說忠誠的廢物 當然 別人一說的時候 淤中到你的痛處 自然的反彈也會很大 哈哈 但是 你也要思考一下 過去的選舉 究竟你這幫建制派 是否靠自己 這個是很核心的問題 好了 跟著 這個葉國謙很多話說了 他又強調 每個人參政議政都有他的個人理念主張 這樣就不知道 你說反對派那些我相信都有 建制派那些是不是個個都有個人意志 我也覺得成問題 葉國謙說 無論由地區直選或者是功能組別 選委會會產生也好 必然要通過授權的機制 他出到線 能力是否符合 大家都會有理性的評價 他堅信 議會裡面是沒有免費的政治午餐 大浪屠殺 做得不好的 自然就會被淘汰 他說這句話又不能夠說他完全講錯的 問題就是 一個議員做得好不好 其實就需要以一個 民主選舉的制度將他來去淘汰的 其實 民主選舉裡面每一個候選人的得票 正正就是他那張的成績表 就是來驗證 到底他過去那四年做得好 願不好 你現在都沒得選 是不是 又或者你根本上改到選舉制度變成了地區直選 只剩下一個很少的份額 那你怎麼來到去 大浪屠殺 說鬼呀 是不是 跟著那段更過癮 有意見認為 建制派在過去那幾年 未能夠在議會裡面成功壓制得到民主派 葉國謙就反駁 說很多大陸學者 甚至是香港的學者都不明白 立法會本身存在的問題 他就說 建制派在議會裡面佔多數 不代表可以任意而為 越是佔多數的話 你一橫來 社會的反應就會很大 相反少數派發難窄 社會的容忍度就會很高 他就真是 叫做多什麼 他講到 建制派在裡面佔多數 不可以任意妄為 建制派一直在議會裡面都是 夠票就通過 是不是 這個算不算是任意妄為呢 我想問是葉國謙 就算說逃犯條例的修訂 本身都是想夠票就通過 只不過 場外的市民示威 太激烈 總之搞得過不了 很多議案都是夠票就通過 這個是否任意而為呢 我不明白 他說 佔多數都不是代表任意而為 你根本上政府提出來的議案 就算是過去二十多年以來的立法會 都是過半數就通過 就算是二十三條也是 只不過在03年那一則 填北進帶領8票的自由黨員 倒過才過不了 現在葉國謙就說 就算是佔多數都不代表可以任意而為 這句話本身是沒錯的 只不過在過去二十多年以來 建制派作為議會裏面的多數 到底有沒有任意而為呢 就問你自己吧 好了 他還說少數派發難度 社會容忍度很高 那你怎樣去定義多數派還是少數派 你如果純粹說在議會裏面 議席佔少數的就為之少數派 就是民主派 就是反對派 但是他們 所代表的聲音 就未必是少數的 他們代表的聲音是多數的 往往就是在直選裏面 所以你說 小數派發難度 為什麼社會容忍度會高呢 因為根本上你的議會 是失行的 那麼簡單的 是不是呢 葉國謙又提到 如果選委會所產生的立法會議席 跟功能界別以及地區直選 都同為三十席 市民就會較容易接受 即是三十加三十加三十 我認為他說這句話就是廢話 第一市民最想的當然是全面直選 不過現在就已經此路不通 不用想 是不是 第二 你就算改到三十三十三十也好 或者改到四十三十二十也好 你總之怎樣改都好 市民都是要被迫接受的 因為現在就是形勢被人強 因為在現在這個大環境下 市民不接受又可以怎樣 接受又可以怎樣 到最後都是被迫接受的 所以你說市民較容易接受 沒有說較容易 較難接受 你就算改到 九十加零加零 市民都是接受的 不是你想怎樣 對不對 你現在喜歡怎麼搞就怎麼搞 立法會 多餘的 你說這句話 無非就是想令到地區直選 保留三十席在這裏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這班人 還有一個存在價值和意義 如果把地區直選削到 剩下二十席 甚至剩下十席 你這班人就已經沒有了價值了 大部分人可以收工了 是不是 你有什麼直結齡 選輸了區議會 你就去做督察 就是因為你怎麼從政 你建制派 從頭到尾 你那個本地建制派人士 那個存在價值和意義就是在於有一群反對派存在 那些反對派都收拾得七七八八的時候 那你那群本地建制派忠誠的廢物還有什麼存在意義呢 請問 你葉國謙在說那些什麼三十加三十加三十 說到地區直選還應該保留三十席 無非就是為了那群忠誠的廢物 往後那個就業著想 你沒有其他的 你還保留那麼多直選 你幹嘛呢 因為你自己也是想選的 你自己也是 你或者不是你想選 你將來的民建聯 其他的人想選 大家記不記得 當初這個紫荊黨出來的時候 民建聯 新民黨 葉劉那些還在意氣風發 又侄了別人說 你這個紫荊黨 直選都沒有運行 你都沒有地區的 工作什麼什麼 現在人家改到有選委會界別出來選 那千人自己選 互選產生出來 要什麼直選呢 分分鐘那些是佔大份 傻的 你都 所以這班傢伙根本上就是媚於形勢 還在嘲弄 人家紫荊黨 沒得直選 你為什麼要直選呢 是不是 選委會分分鐘佔多數 那個佔立法會的議席 照這樣看來 紫荊黨洗鬼參加直選 人家只是一個選委會就已經夠做了 已經是可以一躍而成為 這個立法會裡面的最大黨 取代民建聯多年以來的地位 是不是 所以 十年何東 十年何西 你這班傢伙自己也不想想 當初你們的價值是在於哪裡 就是在於有幫反對派 那幫反對派都不在 那你還在那幹什麼 是不是真是撞者手者腳 人家是時候培養一班自己的嫡系人馬 那些才是可信的 那些港票人士 是不是 只是說普通話的 遲些就變成港票治港 那些忠誠的廢物自然就沒有運行 另外 葉國謙提了很多東西 又說要提倡保留比例代表制 說他的優點是可以容納不同政治取代 他就說 比例代表制的運作的確是出現了偏差 但是問題純粹是出於選區太大 他就建議每個選區控制在四到五席 按人口的比例劃區 相反如果採取商議席單票制 就是要將選區劃成多個小區 如此一例就有選議員的代表性 另外當選人的視線就局限在自己的選區利益 政策就缺乏大局官 他還在說這些無厘頭的東西 說到那個議會好像很有代表性 又提到那些議員的視野 又說要有大局官 諸如此類 你將來的議會和之前的議會都已經是不同了 之前的議會 有部分的市民都覺得他沒有什麼認受性 更何況你現在這個議會改來改去 將來會有多少市民很踴躍地投票都成疑問 不過 葉國謙說來講他無非就是要確保得到 那群忠誠的廢物 在往後這個議會當中仍然是佔有相當的比例 使得那群忠誠的廢物繼續有得苟言殘喘而已 實請那些市民有多少個還會很關注這個立法會 浪費氣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